大成无量寿经白化解 屠萨界弟子运城下连聚会几个亿 净分张赐 金刚成三昧耶界弟子 黄念祖境界 二 经文 所以大吉经说 若人但念阿弥陀 是极无上深妙禅 是禅 不但是禅 是深妙之禅 不但是深妙之禅 而是无上深妙之禅 如来助于念佛者 心印不坏的开示 正是诸佛以心印心的印 诸祖以心传心的心 若能信受 就是得我们开了智慧眼 必得光明深 如佛无碍智 所行此闽行 常坐天人时 得为三界雄 说法师子吼 广度诸有情 圆满惜所愿 一切皆成佛 上段以前 都是弥陀大师愿海 四十八愿的总结 提高与深化 本段这八句的内容 是愿文中没有提到的 这也是佛经的常例 在寄诵中填补了 长行所没有的内容 本段的内容 确实是有无比重要的含义 本段的大意是 我愿有如同佛一样的 自在无碍的佛智 和佛所行大慈大悲 普利众生之行 愿如佛一样 常坐天人的导师 教化有情 成为三界中 无所畏惧的大雄 我愿圆满 我过去所发过的一切大愿 那就是 一切皆成佛 这八句计 尤其是前六句 法藏大师愿成就无量寿 无量光 谱开智慧眼 同得光明深的同时 力求自觉 不断增长 等同如来 由于全部誓愿都是觉他 若要别人觉悟 首先需要自己觉悟 自己还整个在无明分别之中 全体是迷 怎么能启发引导大众求得觉悟 其结果只能是一忙引重忙 像降入火坑 在当前末法中 这个毛病特别显著 无论在家出家 往往好为人师 或自家活佛 法王等美好登坛卖法 或者自夸妙物 妄谈相思般若 其上者于弘法中难免放毒 所谓治病实质是拥一杀人 其列者则毁教拜法 道明其事 断人会命 作恶多端 所以真实的佛教徒 对于这些应该十分警惕 所以法藏大师为了真实贯彻自己的大愿 就必须不满足自己的所得 继续直攀庙高峰顶 究竟正如无上菩提 据善导 谭卵两大师所说 法藏大师这时已是实力菩萨 可是大愿无尽 是求如来卑至双元的无上觉悟 其得佛的无碍智与此闽行 如佛无碍智 是愿求自己有等同如来的智慧 无碍智 对于生死涅槃等等不二之法 均自在通达 自在融通 没有障碍 大吉经说 无碍智慧无有边 不能穷尽 没有边际 善解众生三叶是 一切众生的身口一三叶所造的一切是 如来都善于了解 善于解除 幼世尊说 我为法王 于法自在 无碍智 自在通达 自在融通种种不二法门 正是于法自在 所以无碍智是如来智慧 所以法藏大师愿有如佛一样的无碍智 所行此闽行 这一句是法藏大师愿如同佛的大慈大悲 自己所行如同世尊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看待众生等同一子 这两句话 上聚求无碍智 愿有与佛同等的智慧 下一句是求同佛一样的慈悲 这两句话很重要 就是智悲并运 智慧慈悲如同鸟的双翼 缺一不可 常作天人诗 天人诗是佛的嗜好之一 以前讲过了 德为三界雄 三界雄 也是佛的一种德号 因为佛断尽了一切烦恼 雄猛无畏 所以成为玉界 色界 无色界三界中的大雄 所以寺院的正殿供养是尊叫做大雄宝殿 所以这两句就是说 愿意符合智都如佛 为天人之诗普世教化 无所畏惧 成为三界之大雄 说法狮子吼 狮子就是狮子 古说狮子一吼百受畏惧 辟欲是尊所说之法 是无畏决定之说 可以使大众震动 外道胆寒 圆满惜所愿 惜所愿 就是法葬比丘在五节中所结成的四十八愿 这一切大愿 我都要圆满 怎样圆满呢 那就是末后这一句 一切皆成佛 奇哉 奇哉 一切皆成佛 这一句粉碎虚空 平尘大地 无但有情的一切 苍蝇 蚂蚁都成佛 地狱中的众生都成佛 而且无情之物 大地山河 砖头瓦块 桌衣板凳 衣服鞋袜都成佛 所以这一句就是四十八愿的本体 从这一句话流出四十八愿 往生论可以给这个做一个注解 西方极乐世界 国土是庄严的 这是一报 表示无情 佛的庄严 菩萨的庄严 这三种庄严就进入在一个法剧之中 一法剧就是清净剧 清净剧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显露的 也就是一切都是法身佛 而且清净有两种清净 一个是气世间清净 一个是情 众生 世间清净 那么这个有情的众生世间 无情的气世间 一起清净 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有情无情同成佛道 整体是华言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大法玄妙的本体 没有对待所以叫做一 真实离忘所以叫做真 容设万法所以叫做法界 综合起来就叫一真法界 在法界一一微尘都是一真法界 一真一切真 一成一切成 整个是不可思议 又三藏法术说 无二约一 不忘约真 交彻容设固约法界 与上同 即是诸佛平等法身 从本以来 不生不灭 非空非有 离名离相 无内无外 唯一真实不可思议 是明一真法界 可见一真法界是诸佛法神境界 根本没有生灭 空有 明相 内外种种差别 超情离间 世事无外 不可思议 总之 没有那些二 有二就是差别 有了差别 就不是平等 就不是一位平等的大爵 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中的水能够说种种的法 满众生的意 想听什么 水就给你说什么 多少人同时在游泳 沐浴 各个可以听到你愿听的妙法 而且听了以后 你马上就懂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水 水就是佛 一切皆成佛 水成佛了 不是佛焉有这样的智慧 你想深水就深 你想浅水就浅 你想淋浴水就从头上淋下 你想暖水就暖 你想凉水就凉 最奇的是上面能满个个的心愿 宣说种种不同的妙法 这是什么水啊 叫佛水也行 水佛也行 可见极乐世界无一不成佛 岂但极乐世界 一切世界 没有一样不成佛 所以一切皆成佛这句话 可以说是禅宗向上一路 末后一句 也可说是密宗的大圆满 大圆满中无一不圆满 各个圆满 一一俱德 一一都成佛 逆宗书圣也正在这里 守冷言经守冷言的意义是 一切是究竟坚固 一切的是 任何的是没有一个不是究竟的坚固 是长衡的 是彻底的坚固 这与一切皆成佛是一句话 这句话 万得缘成 一法不利 再有言说 便是化舌天族 可惜已经添了不少 思愿若刻果 大千应感动 虚空诸天神 当与真妙花 佛告阿难 法葬比丘 说此诵矣 应时谱的六种振动 天与妙花 以散其上 自然音乐空中赞言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四句济文的大意是 我所发的大愿 若能圆满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圣灵 都应受到感动 空中诸位天神 自然欢喜 视线锐相 可从天降落一阵 珍奇美妙的花语 思愿若刻果 大千应感动 刻果 刻是成 果实达到目的 也是成就之意 我所发的愿 如果能够成就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圣众都应受感动 所发誓愿如能成就 祈求天神 诸天视线锐相 从天降下 珍奇美妙的花 下一阵花的雨 雨花就是从天降花 纷纷而下 作为印证 底下又是长行 释迦牟尼佛 这时告诉阿南 法葬比丘刚说完诵 当时献锐 大地六种振动 一 指的六方 这种振动 是个祥锐 完全不同 世间灾难性的地震 这是普的振动 各方都振动 不是某一个地方振 其余的地方不振 大波惹惊 振动时 地阶柔软 令众和月 关键是正当振时 大众和乐欢月 没有恐怖 更没有灾难 它与世间 振灾完全不同 二 这个振动有六种动向 动 起 涌 震 吼 绝 动 是动摇 起 是上升 低会鼓起来 勇是波动 有处高 有处低 震是有声 吼 是巨大的声音 绝是使大家都感觉 六种振动 包括各方 各种动向 天与妙花 天就与花了 花分降在法会的上空 自然空中就有音乐 并且暂说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证明法藏大事决定必然成佛 因为这个大愿 处处表现无上的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也极是无上大菩提心 不可思议的因 必结不可思议的果 所以决定成佛 大成无量寿经白化解 菩萨接弟子运 城下连聚会几个亿 净分张次 金刚成三昧耶界弟子 黄念祖静姐 纪念黄念祖老居士 往生三十一周年 雅 kanמ 秀